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赤着风 上海说 住了吧 进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弟兄姐妹 你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风暴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是忽然起了暴风 意思是说没有预警的 从五月开始 我们感觉上 好像在这过去 十八个月当中 在一个非常非常 被保护的一个状态的里面 突然 这个疫情的暴风 就临到台湾 而且他一临到台湾 我们看到 那个防疫的破口一开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 那个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那时候 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发现 耶稣在船围里面 整着枕头睡觉 他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你知道当我们眼睛定睛 在环境上面的风暴 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 恐惧慌张跟彷徨的里面 甚至我们开始怀疑神的属性 我们开始认为神不在乎我们了 可是这时候耶稣醒了 赤着风 对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今天神要帮助我们一件事 姚姐妹尝尝我们的眼目 是看着风浪 如果我们的眼目看着风浪 我们的心永远会被风浪所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 其实是定睛在神的话语 圣经上说 耶稣在船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为什么耶稣可以在风暴的里面 仍然安然入睡 姚姐妹我要为你祷告 让我们在疫情当中 都能够整着枕头 安然入睡 是因为耶稣清楚知道 父神有话对他说 我们要渡到对岸去 我们要渡到对岸去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所面对到的风暴 不是台湾的结局 神会带领我们渡到对岸去的 在风暴当中 你要定睛看什么 看神的话语 你要定睛仰望神对你的应许 然后呢 怎么样可以整着枕头睡觉 要清楚知道 神仍然在这艘船上 耶稣在这艘船上 耶稣在你生命的船上 耶稣在台湾这艘船上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默想什么 今天让我们来默想的 不是风暴有多大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默想的 是在你船上的这位 有多伟大 所以这时候 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你想象一下 你的这一艘人生的船 你的家庭的这一艘船 我们教会的这一艘船 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一艘船 是有很大的风浪 是忽然起了风暴 当我们看见到水打进来 快要沉的时候 你是否在定睛看的是风暴 风浪 还是你从头定睛在神的话语上 今天神的话语 要来先平静你内心的风浪 今天神的同在 要先对你的心说 住了吧 静了吧 要对你的焦虑说 住了吧 静了吧 要对你的失眠说 住了吧 静了吧 至于我们开始看见 主耶稣在这艘船上 主耶稣仍然在这艘船上 主耶稣仍然在我的生命的船上 我家庭的船上 跟我们国家的船上 以至于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兴起 面对风浪说 住了吧 静了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福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很多的时候环境 夺取我们的注意力 社会的舆论 新闻的舆论 尝试要来形塑我们的眼光 以至于我们开始注意的是 风暴有多可怕 却忘记了在我们船上的 比一切的风浪还要伟大 福神就在这个时刻 你帮助我们在默想当中 在思想的里面 让我们的焦点 不再是在风浪上面 让我们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 坐在天上的宝座 以至于我们的眼光开始改变 我们抓住你的应许 请主知道你仍然在 我们这艘船上 你仍然与我们的家庭同在 你仍然与我们的国家同在 以至于我们可以对这个风浪说 住了吧 静了吧 感谢你耶稣 今天先来平静 我们心里面的风浪 平静我们家庭里面的风浪 以至于我们有能力 来平静 我们周遭所有的风浪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正是时候 It's time to pray